雷虎小组AT-3教练机前年发生了擦撞意外 造成中校飞行员装备员身亡 国防部长延敏表示会从有抚恤 可以入伺地方中列词 而擦撞的原因初步排除是环境因素 还有机械的因素 至于危险的训练科目会列入检讨 不过雷虎的AT-3教练机已经用了快要30年 立委们就很关注说高级教练机的换装进度 延敏表示国军正在进行作业审查 预计在民国106年就会列入预算 雷虎小组装备员中校因工殉职 发生空中擦撞的训练科目太危险 国防部打算改进 他这个科目也是在18个雷虎小组科目里面 18项里面的高难度的其中5项 非常高难度困难的 容易造成一些有安全顾虑的 我们会检讨 严明强调雷虎小组有存在的必要 不会因为永固案被裁撤 但发生憾事会尽全力照顾遗嘱 同优府序案的规定 他这个状况是可以记录地方的重链词 不过训练过程为什么发生擦撞 国防部还在调查 我们初步判断是环境因素 跟机械因素是排除的 其他因素我们继续调查 这样排除机械因素 不过雷虎的AT-3教练机 已经使用将近30年 这次失事也让立委关心 高级教练机究竟什么时候才要换装 做须评估还有或许投钢 这个作业曾经继续在做 这个在做 而且已经在做须在审查当中了 所以这个现在做这个工作 这个整个建案过程完成的规划 可以在106年开始把这个预算 这个跌入预算书里面去 部长赤罗斯实在不常见 严明话说的保守 但雷虎坠机让国军折损一位优秀飞官 也让教练机的换装格外受到关注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